满身大汗 今天太热了 婆婆已经在做菜了 然后我们货也发了一半 还有一半鱼没有到 等一下呢 到了就再去打包 现在看一下婆婆今天煮了马椒鱼给弟弟 因为有朋友 有一个朋友收到他说马椒鱼就是洗一下 那个肉有点就是软软的 其实他这种是小鱼长的鱼 然后很新鲜的 你解冻的时候不要泡水 另外洗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去冲 用手去压它去抠它 它本身就是肉质比较鲜嫩的 它就会像我们今天煮了 这一条是两斤多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婆婆也是简单这样冲洗一下 然后煮出来的鱼不会说碎的 我们这一条分成三餐 看一下 每一块肉都是完好的 一点都不会坏的 洗一下 然后要用那个盐 腌制一下婆婆用那个锅厂 压一下这个肉都不会碎 非常新鲜 今天你看一下汤汁都是这种浓白的 今天弟弟就有鱼吃了 今天煮的剖皮 我和婆婆两个人吃最喜欢的 每天都吃不腻的 这里就也是一盒 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吃完的中午 他一盒都吃完 婆婆说一个人也能吃完 喜欢吃的就非常喜欢 不喜欢的可能会嫌弃太小了 小条的鱼才好吃 大条的婆婆他不喜欢 他第一个就不喜欢了 他是太柴的肉 这边是鱼面炒 萝卜丝 再煮一个南瓜 还有一个花甲 一斤 胡萝卜丝炒鱼面很鲜甜 不需要下任何调料的 先把这个胡萝卜丝炒熟 加点葱状进来 鱼面倒下来 一包就一斤 没有了花甲肉 花甲肉筋筋不够 如果有多的就可以 拿一点来炒鱼面也好吃 调味加一丢丢盐 婆婆每次炒鱼面都喜欢加一点开水 让它吸收一下水分 就更加软一点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分一点点开水 吃起来口感更好 要用一个大盘来装 这个南瓜好吃 又香又粉 简单炒一下 然后就直接加水 焖到熟就可以了 调味只要加一点盐就可以 你们别看切的大大块 它很容易熟的 因为比较粉 切的薄 它全部都碎了 融化了 这些鱼就是不要添加一些调味去煮 觉得更原味更好吃 其实煮了豆酱 觉得更加不好吃 做人口味 加一点盐 现在看着这些汤水还是挺多的 等一下它就放一下 没有吃 它跟那个米粥一样的 那个汤茫茫就少了 被这个南瓜吸收了 因为这南瓜很酸 撑出来 太熟一般一般一般的 太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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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南瓜就是中午的青菜了 太烫了 等一下吃 然后我们等一下过来吃 它这个汤就好像没有了 很少了 菜都炒好了 我们中午吃粥 五个菜 早上婆婆买菜 这个阿姨认识的老师推荐婆婆买一点花甲来吃 她说对季节很肥 我们家自己花甲肉就正好没有货 婆婆说买一斤回来炒 花甲肉不够 朋友们都订了 先来为弟弟吃饭了 这个马焦鱼 哎呦 怎么去吃这个呢 来 出一个